從五月中旬開始 因為疫情 學生不用到學校上課 不過對於氫寒低收入戶的學童來說 營養午餐的補助 也等同是跟著停課 停止供應了 有社福團體和團善業者就合作 將民眾捐贈的盛款或是食材 經過加工烹煮之後 做成冷凍食品 疫情期間每週配送一次 送往雙北市的弱勢家庭 估計有超過兩千戶受回 將一包包的冷凍食品 裝入袋子中 每個塑膠袋有六小包 冷凍包裝裡的菜色 其實很豐富 標榜營養均衡 衛美健康 這家團善業者 專接校園營養午餐 但自從疫情爆發後 生意遺落千丈 不過近來與社福團體 合作 改為低收入戶學童公餐 雖然和過去相比 營收少了一大半 但主要是為了幫助清寒學童 能在疫情期間 至少能有一頓溫飽 那我們業者的部分 是收取少許的這個 所謂的代工費來做協助 因為其實像我們 這麼大的一個廠房 其實一個禮拜 去做兩千包的料理包 其實一定是虧錢 但是其實我們沒有去思考 說賺錢與虧錢 我們就覺得說 第一個部分 我們讓少數的員工 可以到公司來上班 第二個部分是 其實我們去幫助更需要幫助的人 不只這家團善業者 其實還另有三家業者 也加入善局 全部都透過大享食育協會 居中牽線串聯 將善心人士的捐款 捐贈的食材 與業者合作製成冷凍食品 並與雙北市里長合作 將冷凍食品發放給低收入戶 合計超過兩千戶受賄 那像我們最近有接到說 有人要捐披薩 有人會捐米漢堡 七月和八月的話 就有九週 每一週我們就提供兩千零二十份的餐點 大享食育表示 目前雙北市只能送餐約兩千戶 但雙北實際低收入戶超過兩萬戶 還有不少低收家庭的學童 因疫情停課挨餓 強調會持續送餐到八月底 但資源有限 仍需各界的善心人士幫忙 盼能擴大送餐量 照顧每一位清寒學童 記者 張國良新北市報導